谢淑薇和谢震鹏去年7月在温布顿的比赛虽然吞败 但两人笑得相当开心 谢淑薇在脸书上还说 谢谢弟弟陪我完成姐弟首度合拍的里程碑 没想到不到一年弟弟谢震鹏竟然自爆崩溃情绪 谢震鹏19号早上8点在脸书上po文说自己差点去了 这十几年的精神压力情感霸凌已经够了 而姐姐谢淑薇在当天晚上只po出和妹妹 以及另一半上陶一课的照片 还说好喜欢这种幸福感 21号傍晚谢震鹏再贴出 这辈子不用再往来 话说的非常重 至于总是无法容忍不公的谢淑薇 这次受到弟弟的控诉 截至22号中午却没有最新回应 之前都知道的是了 就是他们两个不太喝这样 也不接电话 对谢震鹏以前就觉得这个小孩子的 我做啊很善良啊 他只是说话给你来比较调皮一点 虽然谢震鹏身边的朋友都说是家事不愿多谈 到现在谢震鹏的脸书大头贴 放的还是小时候的全家福 看得出来相当重视家人 只是姐弟俩似乎从两年前 谢淑薇包包被窃 谢震鹏遭到质疑 加上奖金分配不均就种下心结 不过谢震鹏去年二月痛失女友陷入低潮 当时谢淑薇还特别声援 要大家抵制客运业者 就连2017年师大运 谢震鹏因为张勇然弃赛而无法参加混双比赛 当时人在国外比赛的谢淑薇也替弟弟抱不平 如果是客人赛的话他当然有选择说不要 但是我觉得国家赛的话 至少要让自己的团队理解 不是让大家出来当炮灰 只是这回谢震鹏面临崩溃边缘 翻出和谢淑薇过去的旧账 结弟之间的裂痕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修复 TVV新闻权无数据台报道